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梦想开讲 向时代发声 刘桑的歌声记载下我们一代人的情怀和一代人的几些经典 我们最需要的是记录下历史 传承历史 非常丰富的人类情感 只有在刘桑的夜里面能够找得到 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回头听一听我们当初的歌曲 让大家去怀念过去 然后向未来 在音乐里面你们一定能找到过往的许多的回忆 在里面一定能找到你的故事 这个节目起到的不仅是回忆 还是一个新的一个态度 刘桑的歌声也是刘桑的岁月 好像仿佛一下就穿越了几十年的时光 回到了九零年代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上面经验所有的经典 刘桑的歌声是今天的感觉看到四十年了 很感慨 很深险 同志面也很自豪 日以继夜 判所从未见断 为了万众期待的璀璨舞台 一次又一次匠心调试 从策划到播出 广东卫视梦之队精英集结 燃情奋战 致敬历史 传扬歌声 华语乐坛吹响集结号 带我们倾听时代重温荣光 大家好 我是蒋大伟 刘桑的歌声 我来了 风起南方 潮涌珠江 今晚让我们一起唱下时代之声 致意岁月之歌 刘桑的歌声 一曲动心弦 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节目 刘桑的歌声 我是主持人赵一忧 再次掌声 欢迎大家的光临 第一期节目 我们要隆重地请出我们的四位听伤嘉宾 掌声欢迎 中国流行音乐坛作曲大师 刘桑的歌声节目音乐总监 李海英 著名学者 郭冰卢 著名媒体人 主持人 乐评人 伍周童 和我们广东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秦海飞 再提掌声 欢迎四位听伤嘉宾 熟悉的歌声是穿越时光的隧道 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过去 展望未来 经典的歌声是记忆密码 开启尘封的记忆 重温幸福的时光 美好的歌声是历史宝藏 珍藏我们的故事 记录我们的青春 流传的歌声是前进的力量 他可以传递温暖和信心 陪伴无数人走出低谷 一路繁花 这个总结得太棒了 好 谢谢四位对歌声的理解 我们现在有请四位入座 听赏席 流淌的歌声 一曲动心弦 从七八年到今天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四十年来 我们初心不改 携手放歌 赞颂幸福激励 注释传奇复兴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流淌的歌声 将重温改革开放以来 那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 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华语音乐 唤醒您对这段美好时代的记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华语金曲 真实在线了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众多的外来物工女孩 人在他乡奋斗 坚韧不拔的 纯洁的内心世界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唱响这首 唯婉动听的 外来妹的心声之歌 一样的天 一样的脸 一样的我 却在你的面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路 一样的脸 我不能 却在你的世界 一样的脸 一样的脸 一样的路 却在 你三扇 一样的路 四ło尔的日子 一样的路 眼神世界 谢谢 那当时广东卫视也是播放了这个电视联系剧《外来妹》 当时在全国非常的轰动 我当时唱的时候 其实就是唱了自己 对 我觉得我也是就是 真正的一名外来妹 来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 所以唱的时候 就是在唱自己 太熟悉的旋律 关键是太熟悉的甜美的感觉 又一次带来这动听的 让人怦然心动的歌声 我相信在座的最最怦然心动的是这首歌的 词曲作者 李海英老师 杨英好 海英叔好 我小的时候叫那个李海英老师 我长大了 我叫他海英叔 你以后就永远叫我海英叔好了啊 海英叔 刚才杨云这个演唱真是令人激动 你比以前唱得好多了 真的 小声太差了 这真的 你这个唱法真的 唱得很好 我可以说一下怎么好吗 来来来 杨云说怎么好 好久不见啊 因为这个杨云 如果记得咱们上一次是在你那张新的专辑发布会上 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你请您做我的主持人 其实我今天听到你唱这首这么多年的歌 让我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你把音乐的那种历练 包括那种你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了 颠覆了我脑海当中过去杨云给我的声音的一种概念 这首歌是几几年来着 两位还记得吗 就是前几年吗 还有多少年啊 就是前几年 这首歌呢 广东改革开放的印记太强了 是 是不是 非常 整个就是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回忆 真的那时候就是中南战争州都是那个加工厂 是吧 这首改革开放的起步 这个我的同行人 其实他是作为第一代的 就是来到广东的 外来妹的代表 而且他现在非常成功 现在可以把他请上来吗 可以啊 我们掌声有请外来妹 王欣 你好你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来来来 我叫王欣 来自河南新野县 现在是定居在东莞的一个外来打工妹啊 刚才杨云已经介绍了你现在做得非常非常棒但是我们还想把始终拨回去你是几几年来到广东 我当时1989年跟随村里的这个大队组织的打工队伍一起南下到东莞一家玩具厂打工成为中国第一代的打工妹 1989那差不多快有30年了 第一代的打工妹 第一代打工妹 我是第一代 我也是第一代嘛 离开南昌来到广州然后碰到海英书 对对对 你来广州是七八几 我啊 我就前几年啊 我真的还蛮早 大概90年底吧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那个白云机场的那条路还很窄 我记得 第一次听到广东话我也觉得很亲切 一定要说这个来得早吗 我大概七几年来广州的 你说实话苦不苦 非常苦 非常苦到什么程度 吃不饱饭 在广东吃不饱饭 河南的都是吃面似的 对 那面条我们我们是两大碗才吃得饱 正长身体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来100个女生 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女生 不到三个月回去了70个 剩下我们三四个留在这里 非常地坚热 真的很坚热 然后我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下了班之后呢 就让我唱歌给他们听 过一边唱 大家都一边哭 所有人一起哭 你也哭 整个宿舍我也哭 我在想因为过了很多年以后 其实没有多少年 然后你就听到了这个海英书 跟陈亚切老师写的这首 我唱这首外来没 其实我也是在录制首歌的时候 就是一边唱一边哭 所以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现在也很年轻 在小的时候 这样吧 我们就请两位外来妹 一起唱一唱 谢谢 两位外来妹 我不想说 我很亲切 不管明天 什么季节 一样的路 一样的血 我不能 我不能 没有一个世界 现在其实中国的大城市里面都是外地人 是的 所以这个歌的心声 它一直这样传下来 因为我记得这个女主角就是靠自己奋斗 不受外界的任何诱惑 然后一直坚持自己一种执着的梦想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它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女性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对 真的我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为什么它会受欢迎 第一个是 当然是海音老师和小金老师 他们的当年的这种创作的实力 以及他们的对这首音乐的这种把握 特别是有些歌词写得非常的好 比如说第一句 我不想说 就一般来说的话呢 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 就非常的形象 还有最后的就一样的天 一样的路 一样的血 它会让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歌词 找到一种认同感 就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有共同的经历和命运 有梦想 其实我们打工妹跟所有人一样 也有梦想 也有追求 我们脚踩一片同样的地 头顶一片天 一样的天 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年非常的艰苦 刚才王女士已经说到了 而当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 听到杨云云如此甜美的声音的时候 内心是有一种被抚慰的 他们需要这样的声音 因为这样的声音 可以让他们忘掉当时的环境和一切 他很厉害 他从个人先让自己过踏实了 当然这个踏实还是很艰苦 把钱往家里汇 后来慢慢慢慢 据说在家里已经给家人 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家 可能那会儿不是五星级的 但一定会奔着五星级去 后来这个梦想又从家人 拓展到了你身边的这些姐妹 我对1989年出来打工 打了七年工之后呢 1997年攒了有几万块钱吧 然后就自己跟家里人一起创业 跟我哥跟我弟 从贸易公司开始 然后在05年 我们就回到河南 投了一个生产型的工厂 现在我们在东莞的公司 有四家 然后一共员工有一千多人 然后在河南 总有个声音的提醒我 问他 一年税收要上缴多少 我们去年给南洋市新野县老家纳税 五千二百万人民币 你看当年我不想说 而现在说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番话 当年我不想说 还有一句话前台自是 我只想做 而且他做到了五千二百多万税收 那只是新野的工厂 我东莞的还没算 大头还没说 天哪 其实我觉得一个时代 或者是一个社会 它能给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实现自己梦想 或者理想的机会 这样的一个时代 或者这样的一个社会 才是有温度的 才是温暖的 而改革开放 恰恰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有温度的温暖的社会 说得真好 但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 这个我不想说 留下了所有的美丽的故事 以及悲伤的故事 到了现在都变成很美好的故事 没错 王兴很棒 他现在是那个全国人大代表 厉害了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 来看个照片 去开两会 是吧 去开会的都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这样子一个群体 我自己从农村走出来 然后又打工 开一个小公司 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渺小 就内心里边觉得 我还要继续努力 我要更加的拼搏 可以纳更多的税 特别好 我觉得最后这两句话说得太好 我们从王军身上看到 很多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从外来美 到现在的企业家 全国人大代表 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农村的女孩 在改革开放这伟大的时代 一个华丽蜕变的形象 但我相信 在新时代的浪潮下 像他这样的故事 会激励更多现在正在拼搏的年轻人 奋发图强 闯出你头上的那一片天 我们再次谢谢王欣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说完之后 我觉得你眼睛里有泪 是吗 怎么说呢 因为每次来到广州就像回到家一样 一踏上广州的土地总是觉得 敬相勤切嘛 到了广州什么都是好的 好 我们再次谢谢 依营给我们带来这首 我不想说 现在我们请杨盈 致意这首外来美的新生之歌 记录岁月之声 八十年代 原创的流行音乐在广东崛起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引领原创流行乐坛的潮流之作 其诞生跟一幅油画息息相关 一起来看一看这幅作品 作者罗忠利 描写的是西北农村老农的形象 作者罗忠利 作品的名字肤浅 明明是有关音乐节目 怎么拿了一幅油画出来做引子呢 他跟引领原创流行乐坛的潮流之作的创作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问 接下来这首歌您还记得吗 有请我们的时代传唱人为我们畅想这首引领潮流之作 我认为我们的时代表演的歌连弹 创流行乐坛的歌连弹 詞曲 李宗盛 山山谷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心前 总是远迟的从前 白云又有今世 有什么都没改变 是留下我的梦 心情又带走我的情 天生星星一天 四眼都浓热 像山沟 春春春练的岁月 风沙茫茫茫山谷 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心前 总是远迟的从前 白云又有今世 又有什么都没改变 大街留下我的夢 心情又帶走我的群 天上心情一切線 思念到終了 吉他兒 太甜 大人聽說我的歌 小客聽說我的臉 神門的花開花又落 一邊又一邊 掌聲再次送給成林 大家好 我是成林 非常的高興又回到老家 這是我第二個故鄉 跟大家見面 成林是內地原創流行樂壇的 見證者參與者1987年 他推出中國樂壇第一張MTV唱片 成林新歌1987 收錄其中的信天游 就是剛才那首歌 他和崔健的一屋所有南北加工 迅速點燃樂壇西北風 再次掌聲送給成林 哇 都認識吧 是我們聽唱團的幾位嘉賓 最熟悉的是海英 我們是40年的朋友 哇 沒看出來 怎麼感覺好像海英老師 是成林的要長一輩似的 如同我們也是老朋友 也是老朋友 其實在90年代初 我剛剛開始做音樂節目的時候 當時成林已經是歌壇紅得不得了的人物了 如雷逛耳 因為他出道太早了 他是一個感覺像一個同心開始 他就是同心 他不過就是十二三歲 十三歲 十三歲的時候 而在那個年代的話呢 成林他雖然年齡很小 但是有很多比他大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歡他的歌曲 就是他的音樂有一種特殊的一種感染力 剛才他出場的時候 就覺得像一團火一樣 哇 整個把全場全部燃燒了 你知道嗎 前面就是讓我們就傳統意義上的 特別規範好聽的那個信天游 但是沒想到他最後那一趴 跑過這個樂隊的吉他手 對 去Rock and Roll去搖滾 哦 天哪 我開頭拿出影子 請大家看父親這幅畫 這幅畫到底跟這首歌有什麼關係 跟這首歌的創作 到底有什麼樣的淵源 我們有請 時代同心人 信天游作詞 劉志文老師 來給我們揭開這段背後的創作故事 掌聲有請劉老師 著名的詞作者劉志文老師 他是網路流行樂團的 開頭者之一 1985年由他作曲 謝程翔作曲的信天游 是咱們中國歌壇西北風時期的 《開山之作》 獲評為中國英協人民日報等單位 頒發的改革開放十年 全國優秀歌曲評選 十大優秀歌曲 掌聲再次送給他 謝謝 謝謝 你跟我們幾位 又跟海映老師 你們有合作嗎 我跟海映接觸的比較多 現在的海映呢 在新海藥學院 流行音樂學院當院長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關係就更密切了 這首歌作曲是 謝聲祥老師 對 是幾幾年你們還記得嗎 劉老師這首歌 是85年寫的 85年 當我們聽到這首歌 我在錄製成林新歌1987的時候 我訪問了很多 當時在廣州的 我們的很多的朋友 對 說你們能不能跟我們 一起來創作 那個當時劉老師說 我有一首歌 我覺得你可以唱 但是我們要把它推到一個 完全是一個搖滾的 這麼一個狀態 對 當時就是整個全中國都搖起來了 因為這首歌 劉老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廣東人 您怎麼會就創作這樣的一個 西北風的樂作品 做為一個廣東人 是這樣的 當時整個樂壇呢 這作品呢 都比較的溫啊 琴啊 歌手呢 也沒有新的一些這個突破 因為我啊 對中原文化這個感覺 是非常深的 就是有一幅畫 一直在我腦筋裡 這幅畫給我的很震撼 我感覺到 它給人一種很厚重的 一種很樸實的一個感覺 風沙茫茫無言地走 留下皺紋現現 你看看這個老農 他身上的皺紋 就像我們中原文化 那個大地 那個土壤 所以這些東西啊 我覺得 在我的腦海裡面 已經有 有了這麼一個感覺的時候 寫的時候是很快樂 就用《星天游》來寫 謝正強呢 先把旋律寫出來 完了 陳寗他們一唱 就把它唱起來了 就這麼意思 這一首歌 在當時出現時 是屬於石破天驚的 它是取它那個粗獷的精神 然後歌詞完全是 一個現代的一種表達 是 其實我還是特別想說一下 就是《星天游》為代表的 這種西北風之所以 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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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用這種 我不知道的那種 看似是一種迷茫的方式 也在表達那種 很真實的一種心情 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我們中國文化界 其實刮起了一股尋根的風潮 它的主要的原因呢 是當時的中國文化界 其實希望跟世界對話 那麼我們改革開放 國門打開了之後 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跟世界 其實有一點的距離 可是我們怎麼能夠 趕上世界的潮流呢 當時有一個說法 就是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 尋找這個根源的力量 所以我們說 根不深則夜難貌 因而剛才就是 陳琳老師唱了這首歌 《信天游》 它雖然是取自陝北的名歌 可是它中間又加入了很多 這個搖滾的因素 其實這就是我們中國本土的文化 它納入了西方的 這種流行的這種 這種對話 對 因為改革開放以後 有很多的一些 這種音樂的一些 新的一種思想減放 其實是從廣東這邊 向北方來刮的 所以我剛才在想 就是說一個 南方的一個音樂的一些製作人 包括一些作曲家 他能夠寫出 像《信天游》這樣的作品 其實是在音樂的風格上 在思想已經減放了 這種思想減放以後 才能夠創造出一種 新的一種樂風來 對 沒錯 這話說得好 其實你從這個創作過程當中 你能夠知道 為什麼有一句話叫做 廣東 臨改革開放 風氣之先 就在這兒 感謝劉志文老師 謝成強老師 為樂團帶來這首 極具 話時代意義的 《信天游》 謝謝您 劉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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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信天游》還有《酒乾糖麦舞》 這些都是屬於我父母輩 他們很喜歡唱的 直書胸義的一些歌 但是在我的印象當中 應該是像《小羅浩》啊 小羅浩 《酒乾糖麦舞》 《酒乾糖麦舞》 是吧 還有《媽媽的吻》 讓我們感受一下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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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cremator 《酒乾糖麦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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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妈妈了哈 对 特别想 妈妈在 不在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非常的抱歉听到这个 但是我想告诉你 音乐是属于精神世界的 你的妈妈她能听到你的心声 能听到这首歌 我们也再次的把这首歌 献给你和你的妈妈 好 谢谢 所以我说啊 就是说 歌曲啊 不是说老一代 就真正的好的歌曲要传下去 谢北风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 第一次创作高峰 为以后的内地的原创音乐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再次感谢成林 为大家带来这首《新天游》 现在请成林 致意这首引领潮流之作 记录岁月之声 再次感谢成林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 《新天游》作词刘志文作曲 谢成强原唱成林 王思 感谢音乐开拓者们 给我们留下这首原创流行音乐的 引领潮流之作 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 很多歌曲一唱一遍 两遍你可能不太想唱了 但这首歌你唱了很多遍 唱了很多年 每次唱它的时候 我都很有激情 流淌的歌声的舞台上 我们听到了很多动听的旋律和歌声 同时我们在线下 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 尽情唱歌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流声听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想唱一首《周华见的朋友》 我想唱一首《真的好想你》 今天我要给我妈妈唱一首歌 我想把这首歌唱给祖国 送给我们十年的友谊 送给我的先生 送给我的爱人 我把《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 唱给我的宝宝听 我以前怀孕的时候 爸爸就经常唱这首歌 给肚子面的宝宝听 现在小孩也快六岁了 我希望他还能继续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长大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了 上个月的时候吧 妈妈有一天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打电话给我爸爸 真的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觉得妈妈年纪真的大了 当时给妈妈有打电话 我在电话里就跟妈妈说 我说你放心 就算你以后真的不认识 回家的路了 我会牵着你的手 点点点陪着你 爱却陪掉我 世界陪掉我 从此不知 你心中不留 若想 靠近你 让你温暖在我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一批广东制造的流行歌曲 首次从内地走到了香港 甚至被香港的当红歌手来分唱 马上要演唱这首歌曲 就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 引起独特的岭南韵味 被全国的歌迷所认识和喜爱 至今仍是很多人K歌时的最爱 今晚让我们重温那个纯真年代 不老的记忆 流淌的歌声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唱响这首 《粤语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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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都没有准备好 没地方光一嗓子一亮 真是的 我第一次在现场 听到这个麦子杰的歌 吴老师好 但是我很早很早就听说你 因为在北京的很多的排行榜 包括很多音乐节目里面 很少播放粤语歌曲 但是始终我会听到麦子杰这个名字 所以今天我能在现场听到你的演唱 让我也非常的感动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是第一位签约香港保利金唱片公司的男歌手 而且获得了当时香港乐台一个非常专业 就是至高的专业奖项金针奖 现在今天来到我们刘档的歌声 这一刘档 刘档 你那首歌一唱 刘档回去二三十年 对 这首歌应该是1989年的一首歌 89年 对对对 这个晚秋这首歌的创作者呢 许建强呢 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告诉他我今天录影了 我既然说到这儿呢 我还是介绍一下晚秋这首歌 晚秋的第一个版本是1989年 陈如嘉 他唱的那个版本是强歌的词曲 叫愿你把心留 而有一个演出的机会让那个黄凯琴看上了这个歌 然后就拿回香港 让向雪怀老师呢 改了一下词 就变成晚秋 所以才有了这个歌 就是说明咱们内地的创作实际上是用反哺香港的歌手 对吧 让他们拿过去唱了 这也是咱们广东音乐创作的一个贡献 也是实力所在 刚才那个舞台的设计有一个特别的有特色 我觉得我们的歌者在这舞台上都不一样 他有时代的烙印 就是音乐茶座 对对对 是不是 我们整个八十年代 我是由我的爸爸妈妈带着去音乐茶座 我们心目中当时很多喜欢的歌手 都是在音乐茶座 是吧 对对对 音乐茶座其实据我所知 好像在国内最早出现 就是出现在咱们广州 准确的应该是1978年 哇 1978年 那就是改革开放那一年 凭海英老师吧 海英老师给我聊聊 您对音乐茶座也比较了解 音乐茶座这种叫法呢 就是广州开始的 就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叫的吧 其实就是小型演唱会 又没有酒 只有一点茶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真的坐在那听歌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 83年第一次去东方宾馆 看到那时候是李华勇的呢 穿了一身白 广州罗文 广州罗文把我吓一跳 我那时候是吓一跳 我就觉得音乐怎么可以这样呢 所以我觉得很惊讶 但是很快我就入行了 凯英老师提到了东方宾馆 是不是我告诉大家 咱们全中国第一个音乐茶座 就出现在东方宾馆 还有一件事 刚才子杰你刚才唱的时候 这不是茶座吗 是是是 茶座的所有的桌椅 都是专门从东方宾馆挪过来的 借过来用的 特别还原你知道吗 就是喝个茶 就是嗑了瓜子或者是花生 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 还做过星光花园歌厅的音乐总监 那是 别说星光花园真的一票 而且当时是非常火 一票难求 对 每天都满足 特别厉害 有很有名的歌手在里面 对 全部都是非常棒的歌手 有很多观众是 每天拿着花来 专门献给某个歌手 就这样 我特别想去 但是没去成 那时候还不够格 因为星光全是很棒的歌手在里面 因为那时候 比如说好多歌手都在歌厅 比如说那个 陈铭原来也是在深圳的歌厅 就是这样 王岐山也在 王岐山也在 就发现这个所谓 原来是那种比较有距离感的 比较高高在上 这种艺术形式 他进入一种商业的模式 音乐茶座当时都唱什么歌 都是翻唱 广州罗文 红鸣三方 天黑 陈铭原 他的他的那个口腔呢 有点乐剧的口腔 哦 当时李华勇唱这个 然后 还有呢 念祖式唱 你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知道 就是 还有呢 在雨中 在雨中来 在雨中啊 在雨中我跟您唱 好啊 在雨中我遇见你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谁能躲得过去 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 你说人生犹豫我不言语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谁想输不尽地唇来动去 真好听啊 你知道在音乐茶座和音乐酒吧里唱过歌 陈铭的歌手 他们后来回想起来 觉得那段经历 对他们的帮助非常的大 他们会去扒带子 然后去背 对对对 不像现在都有提字器 或者是有这个 卡拉OK 那个年代就是 身背下来的 一个人能唱上百首歌曲 他培养了一批人 而且在这种场合 他马上有新的作品 他可以演 或者可以像刚才说的扒带子 他们要做很多的功课 虽然我没有在这个茶座里面演唱过 但是我觉得 那段时间 这个土地 这片土地 的确培育了 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 我们要感谢这个 这片土地 广州的音乐茶座 是1978年出现的 这个跟我们这个改革开放 其实是同龄的 同步 那其实我在想 就是 我们老说 广东是 咱们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其实我 我做一个类比吧 我觉得可能音乐茶座 就像是 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窗口一样 因为有交流才会有碰撞 有了碰撞才会有创新 而有了创新才会有生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催生了或者说孕育了 中国的这个流行音乐 掌声再次送给麦子杰 谢谢大家 谢谢子杰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 至情至义的那首 晚秋 那接下来我们请 麦子杰 致意这首 月遇金曲 记录岁月之声 感谢音乐创作者 给我们留下这曲 不老神曲 晚秋 作词 许建强 作曲 许建强 原唱 黄凯琴 再次感谢麦子杰 为我们精彩的演绎 让我们沉醉在 这流淌的歌声之中 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是发现 哇 本土也有那么潮流的歌 这些点点滴滴 还有后来在音乐茶座 不断地听到不同的 广州的歌手 演唱这些作品 让我那种少年的心 留下了这些流行音乐的 整个初步的认识和格局和基础 那个年代 大家很用心地去做 才能够有更好的力量 往前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气势辉煌 展现了一幅史诗般壮丽的画卷 它朴实亲切 诉说了老百姓 对这个时代的无限深情 每当这首歌在耳畔响起 总有一种春风拂面 激情豪迈的感觉 不老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唱响这曲 时代的旋律 待死了 成天的故事 成天的故事 这就是 重要的科随 他是反省人 我 臭 子 一 你 recommending 际 你 一秋七九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让我翻的圈巾坐坐船 细节般的剧情坐坐今生 转连我的心要尝尝泪光 转连我的心要尝尝泪光 让我交流爱 不出我国爱出我国 带开两期视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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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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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师的这个 你的那个演唱啊 真的很有意思 既有那个这个中国 中国曲调的那些美好 也有一些现代的气息 那种心向荣的那种气势给唱出来 但是海英老师我告诉你 他们拿着这个作品去参加比赛 好像成绩不佳呀 当时的参加 90年广东省青春歌曲大赛 深圳分赛区落选了 他们两个夹着我来改 不改不行啊 两个都夹着我啊 我说好吧那就改吧 立马就改 把他们领到酒店 那个二楼一个房 我说你们两个睡觉 他们两个左一个 右一个躺在床上 我就坐在地上 在床头盔中间床头盔那些改 那么怎么改呢 对呀怎么改呢 第一精简结构 当时这首歌是三段式结构 他第一段写1980年 第二段写1984年小平南行 第三段写1992年 几乎就写实的手法来写 最后我把中间的第二段 1981年整段拉掉 把结构增减 把三段改成 改两段 改成两段 这个问题突出了1979年 1992年这两个时间点 我把它改为1979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 在七八年十月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提列 原来这首歌写深圳了 那为什么要改 把它改为写全国呢 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 它会汇集的 不关是深圳特区 它是前中国 把它写深圳 改为写前中国 把歌曲把它改了 改完以后呢 我就集结把这首歌 送到广东省 90年青春歌曲大赛的评委 最后呢 获得了金掌 把掌声送给他们 这首作品给我一种 首先是如沐春风 有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 其实我们一想到春天 就给人一种万物复苏 欣欣向荣的那样一种感觉 用来唱这个改革开放 带给我们中国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变化 真的是非常的契合 这么充满朝气的 孩子们的这种歌声 就能够更加感觉到 那个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说已经力有不歹了 那咱们就请二位 词作者 曲作者 唱一次呗 二位来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变化了一个圈 十八alom 生花般的崛起 绝起 浊浊成 奇迹般的曲奇 坐坐基山 春日要唤醒了长生黑白 春日要暖头要大见恋爱 啊中国啊中国 你迈开了起装长生黑的心不发 你迈开了起装长生黑的心不发 走进幻想更新的春天 谢谢二位 我们要把档上再次送给歌曲的创作者 感谢他们创作了这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唱出了赞颂改革开放的百姓的心声 接下来有请两位为我们致意这首《时代旋律》记录岁月之声 春天的故事 这首歌呢要永远地唱下去 因为改革开放永不停住 我们一直在改变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的面貌 所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 再一次的畅想春天的故事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说 感情像是一个寄托 在刘淌的歌声的舞台上 我们听到了很多动听的旋律和歌声 同时我们在线下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尽情唱歌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刘生厅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想唱一首《周华健的朋友》 我想唱一首《真的好想你》 今天我要给我妈妈唱一首歌 我想把这首歌唱给祖国 送给我们十年的友谊 送给我的先生 送给我的爱人 我在退出以后 参加了我们宋皇宿的歌唱会 就是跟这些老姐老妹在一起 好像无所顾及的 每天在一起唱歌 唱我们的主播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所享受到的在物质方面 这大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所以我想把这首《春天的故事》 唱给我们这个新时代 今天我要用《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曲 来歌颂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 下一位不完美好的香港与志 例 March 在昨国的南海边破尿一根墙 搓滚的确静 做作皆さん 手满的結晴 做作重 十 ban deרczy 做作间的声 かな de 채 aberse 流淌的歌声一曲动心弦 四十年每一次掷地有声的碰撞 每一回竭力奋斗的呐喊 总能够在流淌的歌声中 找到我们共同的精彩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